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 今天是2019年10月13号星期日 那我继续在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视频 关于雅思口语part1内容 那我也希望各位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因为我这个频道呢,我的名字在上面 对吧,木木山高,你可以在网上也搜到我 然后呢我的频道呢会持续分享关于雅思口语 雅思作文等方面的内容 之前讲过很多part1,part2,part3都有讲到 今天呢继续来讲一个part1的一些 基本问题的一些满分答案吧 然后呢这些part1的话题呢都是高频话题 希望各位呢能够掌握这个视频里面的分享的一些内容吧 而且这个答案呢是由这个前的雅思考官来准备的 所以呢肯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而且是命中得分点的 所以呢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呢能帮助各位 能在雅思口语当中取得好的分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问题 part1的话题就是他必问的 就do you work or are you a student? 这个基本上是现在雅思考试 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正常进行的话 他都会问的话题 当然有的考官比较狡猾一点 他知道这个话题呢大家都问 而且呢这个那个很多考试呢会准备 所以他会跳舞这话题不论话题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会问啊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雅思考官给出的一个好的答案 满分答案是什么样的答案 来看一下好嘞 呃比如说这个答案是这样子的 well i'm a qualified doctor 对吧我是一个认证的合格的一个医生 i worked in a prestigious hospital for five years 这个prestigious非常好 就是用的是非常有名望的 非常有声望的 意思就是这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而且非常棒的一家医院 然后呢for five years 已经工作五年了 but at the moment i'm studying english as well 就是我同时呢在目前呢我也在学习英语 part1答案呢 坦白讲就是不用特别长 也不用特别复杂 就是首先呢你要直接回答问题 然后呢给出一些细节就好了 所以这个这个答案呢 是符合这个高分答案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问题 do you enjoy your job 就是你呃享受你的工作吗 或者你觉得工作开心吗 我们来看一下 分享一个这个高分答案 同样是雅思考官来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答案 好来看啊 yes i really enjoy my job 对吧我当然很享受我的工作了 ever since i was a chil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e a doctor 就自从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特别想成为一个医生 想当一个医生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be able to help people 就是我一直都想去帮助人们 对吧帮助人们克服这个困难 克服这个疾病 OK 这是个非常棒的一个答案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问题 what's the best thing about a job 就第三个答案就是说 关于你的这个工作 你觉得最好的一方面的这个 best thing 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说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这个方面是什么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第三个答案 the best thing about my job is that i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people's lives 就是说 呃我这个工作呢最好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呢 我可以就是让人们的生活呢 有一些不同 比如说有可能患病了 就变得更好 对吧就恢复过来 然后呢没有病的话就保持健康 it's a great feeling to see some more recover after illness because my colleagues and i were able to help 对吧 就是说当看到有一些病人从病患当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呢 我会感到非常棒 因为我和我的同事呢 就是做这些事情去帮助人们的 OK 就会非常好 it's a great feeling 对吧 就是很很棒的感觉 to see someone 对吧 看到人怎么怎么样 或者什么 thing 对吧 或者某些事情怎么怎么样 OK 这也是个非常棒的一个答案 然后呢看到第四个题目 来看一下 第四个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的是Do you prefer working alone or with others Why 对吧 就是你喜欢自己工作呢 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工作 那这个题目呢 是就是雅思考试当中 考试当中必考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表达更加喜欢怎么怎么样的一个话题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呢 也要用这个更加喜欢的这个这个句型用处 可以来 我们来看一下来 当然这个我们先把这个重新弄下来 好 来 Well to be honest Just in a hospital You have to work as part of the team 对吧 就是实话来讲呢 在医院当中 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工作 你是在团队当中工作 因为你要和其他医生在这里协作 对吧 所以呢 肯定是这个在 作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 I've got used to working with others 对吧 I've got used to working with others 就是我很习惯和他人一起工作 And I think you can achieve a lot of more as a team than you would alone 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呢你会得到更多 当你和在这个团队当中工作的时候 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工作 对吧 就是意思就是还是表达了 我更喜欢团队工作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单独工作 OK 好 这个这些答案呢 都是非常高分的答案 希望各位能够掌握这里面的单词 还有句型 我现在把那个高分词汇先标出来一下吧 比如说I'm qualified 是一个非常保证的 很棒的词汇 然后Postigious Hospital 这边可以说很棒的医院 对吧 很知名的医院 很有名望的医院 你可以说Postigious University 很有知名的大学 然后 Aswell的用法 可以各位掌握一下 好 然后呢 还有这边是enjoy my job really enjoy my job 我喜欢我的工作 ever since 对吧 自从什么时候 对吧 我是怎么怎么样 OK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还有就 always wanted to be 什么 就是想成为什么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 比如 I've always wanted 又是同样一个句型 对吧 就是我一直都想做某事 对吧 一直想帮助某人 做某事都可以 对吧 able to OK help people OK 好 然后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是这个 the best thing about 对吧 什么什么东西 OK 然后讲到说 it's a greater feeling 对吧 就是都是行为非常好的 to see 什么东西 OK 好 然后还有就是说 没有了 就没有 OK 那好 我们看第四个题目 第四个题目呢 只剩这个起程转合的 to be honest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you have to work as a part of team 就是你是团队当中议员 没有问题 I've got used to 我习惯做某事 我习惯就是和人们一起工作 对吧 I've got used to 习惯了 OK 然后I think you can choose a lot more as a team than you would alone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 as a team than you would alone OK 呃 好的 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里 欢迎各位呢 关注我的频道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我录了已经有几百个视频了 在这个频道里面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 拜拜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在视频道中来交流 我是林松 拜拜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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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是 在这种 到团队的 这种